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相当于志愿军一个师的火力 在人类战争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悬殊的对比 另外美军中的很多士兵也都是参加过二战的火力 无论从哪里看中国都似乎打不赢这场战 美国带领的联合国军已经毕竟押入江畔 那些战场上的美国士兵全都非常高兴 他们乐观地认为很快就能打 并且回家过圣诞节 美国士兵的自信不仅体现在他们武器的先进 后勤保障也远远比中国要好得多 即便是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之下 美军士兵依然能够获得足够的普及 很多美军士兵甚至还在因为每天吃肉罐头而感到不满 反观志愿军因为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 以及后勤保障的落后 战士们在进攻的时候只能携带一个星期的粮食 不要说罐头 甚至连喝的水都是用冰雪融化来的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 志愿军战士们依然和强大的美军士兵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事实上在刚刚跨过鸭鲁江之后 就取得了长津湖之战的胜利 志愿军犀利的攻势显然出乎了美国人的预料 给了美军王牌陆战仪式一个下马威 1950年11月下旬 此时的天气已经变得非常寒冷 长津湖的温度直逼零下40度 遇上这样百年不遇的严寒 给战斗增加了很多困难 然而战争胜利的同时 也有许多战士的军魂被冰封在了这寒冷的天气之中 在长津湖战役打响的第二天 志愿军第20军第59师 第177团一营六连 奉命坚守流胎利一南 九公里的死婴岭阵地 零下40度的极端严寒下 单薄的衣服根本无法抵抗严寒的清洗 不过即便是这样 125名战士始终坚守在那里 严寒的风雪中 官兵们依然持枪俯卧战壕 保持着战斗姿势 仿佛是一群随时准备跃起的冰雕 却再也迈不出冲锋的脚步 美军在进攻时发现了这一遍 他们也由衷地对中国军人感到敬佩 对着志愿军战士的冰雕 纷纷敬佩 这种敬佩 来自那些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上 吃着一把炒面一把雪 冲锋不止的战士 来自在零下40度严寒中作战 冰封在长津湖畔的冰雪 响亮的军号神 坚力刺耳的哨子神 那种奋勇拼杀 排山倒海之事 那种除去胜利一无所欺 为了胜利一无所欺的精神 被称为民一样的东方精神 这便是定格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军魂 半个多世纪过去 枪炮声早已停息 战争也仿佛离我们很远不远 如今有外媒担有 中国崛起的同时 也在黑暗处发出轻蔑的质疑 中国的年轻一代 还能否举得起钢枪 生活在先辈们 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年代 我辈子当传承接力 牢记历史 向125名英勇的中国军人致敬 他们是真正的门心 关注军武武汉 每天都看军武短生 各位战友 下期再见